先貼額點的角度 然後慢慢刮開 欸 真的很滑順欸 而且完全沒有那種被刮刀刮臉的感覺 確實比我平常用手上還會更能控制好亮 更好鋪平在臉上欸 怎麼感覺差那麼多啦 前面在紅臉書的時候就看到這個影片 最火紅的體裝神器 居然是一支金屬刮刀 剛剛還不很流行刮刀上妝 而且重感很清透 上起來很自然很漂亮 所以我就買一組試試看 我就想看到底抽這組刮刀粉底液上妝 會更自然更服貼還是一般的粉底液就可以了 它這個B5清透水光粉底液 是屬於保濕型的粉底液 就是主打那種韓國女團的水光肌 它的流動性很好欸 這樣子妝感上起來就會很水潤有光澤 像我現在沒有上底妝 就還有一些黑眼圈 還有這邊有一些泛紅的部分 擠一泡在手上 這樣子來回刮它 先接額點的角度 然後慢慢刮開 欸 真的很滑順欸 而且完全沒有那種被刮刀刮臉的感覺 確實比我平常用手上還會更能控制好亮 更好鋪平在臉上欸 真的很不錯欸 而且底妝很福天 還有光澤 像我剛剛說的泛紅啊 還有眼下黑眼圈 都已經不見了 B1這邊也都完全沒有cover 很好上妝 怎麼感覺差那麼多啦 那另外半邊呢 我就用平常的粉底液 平常的上妝方式來上妝給大家看看 用手上妝的時候會比較 每百百分之用量 用刮刀搭配粉底液上的這邊 真的比較清透 比較服貼 而且看起來很有質感耶 平常的也沒有很差 只是比較起來就是粉感比較重了一點 今天其實有點浮粉的狀態 快速的聽妝來實測一下一整天下來的持妝度 改裝六個小時了 左邊這邊很明顯 就可以看到 就開始有點卡粉了 然後這邊有點斑駁浮粉 那右邊就完全沒有耶 今天整天下來其實是沒有補妝的 這邊看起來明顯就有點暗沉 而且卻有一些卡粉跟斑駁的狀態 但是這邊 反而越到了晚上 越有奶油肌的感覺 買這一組刮刀粉底真的很值得耶 又有質感 持妝力又好 而且又不會有很厚重的粉感 一點負擔都沒有 真的很推薦大家去試試 一整天下來這個妝感 我真的太喜歡了啦 這是什麼媽生好皮奶油肌啊